希望可以把這個壓制 把它再移動到這個的上方 移動的話很簡單 第一個當然就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 最簡單的就是Ctrl-C、Ctrl-V 或者你可以用複製圖程也可以 把你選取的範圍的圖程移動到這個範圍OK 不過我自己個人習慣還是Ctrl-C、Ctrl-V最簡單 因為一般就是複製貼上 這一定蠻直覺的 那怎麼做比較簡單 第一個當然把 因為還好背景是白色的 所以如果你要快速選舉 那你不要傻傻的用什麼 用這個套數啊 套到什麼時候 磁性也不錯 磁性快一點 但是還是很慢 磁性變成你要什麼 先點一下 它還要追蹤 其實它已經蠻厲害的 但問題還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是建議啦 你直接用什麼 不過這個順便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到底用快速選舉比較快 還是用魔術棒比較快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其實你會發現 快速選舉工具已經很快 但是它有個缺點 它必須要點幾項 它要點四項 選起來了 OK 但是我把它跳開 取消選舉一下 我如果用魔術棒的話 因為魔術棒是 有點像快速的話是選區域的 可是魔術棒是選全部的 所以它選下去是全部的白色 通通幫我選起來 那區域的那個快速的話 是選這個區域裡面是白色的 所以它變成只有選部分 魔術棒是全部 所以你會發現 魔術棒一點一下就好了 所以以這個地方來看 好像用魔術棒工具應該是最快的 那選完之後呢 因為我選 一次選到的是白色區域 而不是選到鴨子 所以你不能說 如果我現在按Ctrl-C Ctrl-V的話 那你會發現 貼過來的東西會是什麼 變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選的其實是背景 而不是真的是那隻鴨子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選成鴨子 記得怎麼做 反轉比較好 這很重要 反轉 OK 然後在Ctrl-C 然後在這邊Ctrl-V 貼上 鴨子就出來了 那鴨子呢 它就會自己 把剛剛的這個鴨子 貼上之後呢 自動幫你增加一個塗層 有沒有 那把鴨子放上去 OK 那就完成 那不過記得啦 那個塗層有上下關係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貼上的時候 是比那個 這個背景還晚的話 那變成它在下面 那變 效果怪怪的 有點像是那個 連衣 它在水的裡面 OK 就不是那個 所以你可以拿往上 這個圖層有上下關係 這樣才是正確的 好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部分 這樣做完 這一題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 它說什麼 背景要套用旋轉效果 旋轉效果 找一下 旋轉效果在哪裡 濾性裡面有一個 一樣 躲在這裡 旋轉 有沒有看到 旋轉在這裡 那旋轉的話 是要哪個來旋轉 應該要看一下 應該是這個地方旋轉 有沒有 所以呢 主要是針對背景的部分 旋轉 所以記得 選的時候一定要選背景 然後呢 再找到濾性裡面的那個什麼 扭曲 所以喔 它是在 旋轉效果的話 是在 鋸齒狀的上面 這邊也叫做旋轉效果 現在要點下去 所以這一個 其他如果你怕干擾 你可以把眼睛閉起來 就是這一個 那你會知道為什麼它會有個旋轉 其實主要是因為它 把這兩條線 繞一圈 OK 那扭曲 旋轉效果 OK 還有兩種 一種是這樣的 一種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不知道哪一個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好像不對 這個做出來像這樣 這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Ctrl Auto-D 然後你可以在濾性裡面的效果 選這個背景 濾性裡面的話 選擇的是這個 旋轉效果 選這個就對了 應該這個按確定 有沒有 圈圈 你說老師底下沒有 因為底下有兩個圖層 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你把眼睛打開就知道 有沒有遮住了 OK 然後這個 壓子再放在上面 這樣的話 基本上 就完成這一題了 所以請各位 試著把這一題完成好了 然後最後另存心檔 所以角角的檔案 要看的話 這個就改成PSA 108 那作業的話 一樣交 202 對 不好意思 記錯 好 所以一樣交兩個格式 一個是PSB 另外為了相容 你用JPG 先把它存檔一下 這個做完之後 我還蠻好奇 我是要壓子 把它放在FileFly上面 然後你用敘述的方法 請它幫你增加一個背景 是一個臉衣 然後讓那個鴨子 讓鴨子 扶 應該算什麼 扶在那個臉衣的上方 那背景的話 是一個七彩的 這個什麼 七彩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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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什麼 一個光景之類的 所以請各位再把這一張圖怎麼樣 這個取消選 選舉區把它取消一下 這個選舉 然後把這一張鴨子另存一下 另存 因為 在那個 FileFly只支援什麼 只支援那個 把這一張 202A OK 好啦 這個格式的話 就是用那個 JPG 然後你們也試試看 利用這一張鴨子圖 把它上傳到 FileFly上面 然後呢 看看有沒有辦法 產生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底下是涟漪 上面又一個七彩的 一個 一個 一個背景出來 畫面先畫面 各位這樣 試一下 鴨子把它另存 存完之後 一樣 再透過那個 什麼 Foto 那個 Adobe的FileFly 然後呢 把這張鴨子放上去 敘述一下 不過 真的很難剛好 就是符合我要 我只有跟 兩個敘述 一個是請你 幫我把 把那個鴨子 浮在那個 涟漪上面 它真的有做出來 但很難 剛剛好放在正中 你也很難跟他想說 請你幫我把涟漪 可以往下移一下 然後呢 背景的話 加上 紅綠白的 可是很難跟他講說 要一個旋轉 這個很難敘述 不過我找了一個 已經算很接近 但至少立體的 那最後當然 你還可以在這裡面 我是覺得他可以 下載下來之後 不過 你會發現他下載下來之後 他因為呢 他 要讓他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用他的軟體 所以他有一個 版權的敘述 有沒有 他會讓你知道說 讓大家知道說 這邊其實是 有一個伏水印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這樣 最後當然你也可以再試試看 喔 比如說你可以在這上面 再加上文字 如果你要加文字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 Adobe的Express 或者是這邊有一個縫 也可以怎麼樣 帶過去之後 上面再打個字 讓這個效果 更漂亮一些些 所以今天 主要 我們會有幾個作業 就是請大家試著完成看看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108的 請各位把那個108的這個 這一題有沒有 用那個File Flight 移除那個人跟車子 然後並且新增動物 動物 你可以用植物也可以 然後 並且把它展開 讓它 看起來就是很不一樣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利用那個 202題的壓子這一題 先用Fore Shell 把它完成 並且把那個壓子部分呢 再放到 File Flight之後 把它做個變化 那盡量 因為說真的 AI雖然它可以理解你的意思 但是 要真的百分之一百 完全一模一樣 恐怕 不太容易 所以這邊的話 變成說 有比較多的一個檔案要上傳 所以我是 因為好像我們那個Porto上面 有檔案限制 好像多少 20Mb 所以今天這一題的話 你們交作業 一律都交JPEG就好 PSD不用交 沒關係 就是交三個 等於是這個一個 一個JPEG 這個一個 這個一個 等於三個JPEG就可以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就算到 一個